大家好,我是夏妈 今天分享一个果味水晶粽 非常的简单 准备一些芒果粒,荔枝,火龙果 西米倒入碗中 加入两勺白糖 适量的食用油 搅拌均匀,备用 两张粽叶,反面相对 转手,绕两圈 形成一个漏斗状 再装入西米,水果 用手给它压紧 拇指两面对折 然后盖上盖子 用棉线缠绕两圈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的粽子都是这个包法 非常的简单,而且容易学会 热手下入粽子 大火煮开后,转中火 焖煮一个小时 煮好后,关火焖一个小时 这样西米才不会夹生 水果味道的水晶粽就做好了 搭配自己喜欢的水果 非常的简单 喜欢大家可以试一下 口感非常的Q弹 这个是火龙果味道的 非常漂亮 最后可以加一些牛奶 水果粒,非常的好吃 喜欢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是夏妈 我们下期再见